传说每隔数年 就会有一个演技和智慧并存的南波星 降临娱乐圈 十年前 J国慕尼斯娱乐公司 由一名叫罗莉的女演员 凭借一部剧集脱颖而出 我跟你们讲 我觉得太害怕了 随即她被网友认定为南波星 十年后的今天 南波星再度降临的话题 又一次席卷网络 网友纷纷猜测 谁会成为下一个南波星 慕尼斯娱乐公司借此话题 举办了一场男演员选拔赛 其中有几位 实力突出 我叫西刘海 我演了一个又一个爆款神剧的 我演了一个又一个爆款神剧的 男配角 哎 沈梦露 罗莉 男平 火爆 好好好 男一 男二 男三 男四 男五 男六 我叫汤姆赫鲁鲁斯 我是一名刚出道的武打勇 我是一名刚出道的武打勇 你来啦 来了 来了 还好来得早 现在红的都是男二 要不咱们 现在红的都是男二红 Poker Face aka 福克林 这次来到这个选拔赛 在我看来WIN片赛户 哈哈哈 这个位置最后是属于我的 我呢叫做超级帅 好不管是小低琴钢琴吉他 堂笛单黄管都是非常强 就从第一来的耶 诶 男四不销 不销 不好意思 对方类比较明显 还有的你选 不销 我是天生的演员 韬人爱 很想在这个演员的道路上面搭放异彩 搞辩论吗就是 男五 辩什么论你疯了 我就想开始这拍哭 就看他拿男六的时候 嘿我说 你看开心呢 嘿我说 我叫直立派 我是一个青春男大 只管努力 其他交给可以 你现在马上杀青了 你再不过来 快杀青了 what what 没意思 没意思 走了 没有小配角 只有大舞台 没有小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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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小演员 什么 对 没有小角色 只有好演员 我只能这么说吧 他们会的我都会 我觉得坐这儿挺好 天虚 不像某人拿这个男一的位置 没关系 可以做 就男二我觉得 得不配位了 对不对 我挑战男二 你挑战吧 你挑战不来 你男二 你得有那种破碎感 你哪里破碎感 确实你眼睛片都破了 你不就是暂时在这坐一下吗 你们在这真意为 各位好 各位好 哇 天呐 这就是艺术家呀 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自己 我呢 是慕尼斯娱乐公司的主理人 同时呢也是此次选拔赛的主办方的代表 那火导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 我呢就是这个 生残至尖的中年这个著名导演 拍一部火一部的火爆 你拍过哪些剧啊导演 最近有一部水浒改编的小说 叫做有人说林冲最弱 最弱 还有一个故事学员一剧 摩天伦大厦 好 大家都听过对吧 今天谁能够得第一呢 就有机会当我新剧的男一号 那我们掌声给到我们的大女主罗莉演员 好不好 来 大家好 我是罗莉 我之前也是出演了火爆导演的 流星草原 大家都知道 这部剧很火 大家都知道 这部剧很火 然后我也因此而出名 但是现在这个竞争已经越来越激烈了 大家一定要凭借自己的实力 才能决定你们在这个行业能走得多远 多高 多成功 希望大家好好加油 好好好 思虑 那小蒙鹿怎么还没来 小蒙鹿怎么还没来 就比我还大盆 导演都到了 演员还没到 啥意思 还干不干了 啊 哎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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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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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没有 没关系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国际巨星 知名演员沈梦璐 欢迎大家的到来 接下来我将宣布 慕尼斯娱乐公司 演员选拔赛正式开始 好 同时 全网直播通道呢 也全面开启 让我们来一起见证 明日之星的诞生 全网什么 直播 太胖了 演员选拔赛一共是四轮比赛 第一轮个人展示 第二轮情境表演 第三轮是形体考核 有形体考核 第四轮为特殊考核 四轮考核累积分最高者 出演火爆导演 新剧名侦探推理社的男一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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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